贝尼亞總統閣下 總統賴清德上任第一天 接近有幫巴拉圭總統貝尼亞 一見面又是握手又是牌肩 看來對彼此很熟悉 賴總統一一向巴拉圭訪團成員 握手致意 賴清德身穿深藍色西裝 灰色領帶看來神采意義 記得去年八月 我以總統特殊身分 參加貝尼亞總統閣下的舊子典禮 我要特別感謝貝尼亞總統 在國際場合為台灣仗義執言 我們期待未來台灣和巴拉圭 這位南美洲的巨人 持續深化夥伴關係 去年八月賴總統 以特使身分出訪巴拉圭 為貝尼亞總統就任 獻上祝福 如今禮尚往來 加深彼此情誼 臺巴友好持續深化 副總統小美琴一席深色套裝 圍著墨綠色領巾 陪同接見 正式上任賴消行程滿檔 賴總統和小美琴副總統 接著趕赴忠烈辭 向國父級中列遜職人員致祭 只見賴總統神情肅目 陪同者除了小美琴 還有行政院長卓榮泰 以及監察院長陳菊 而下午賴消兩人更要展開 馬拉松市接見 包含美國前國務卿 龐佩歐英國台英國會小組訪團 施瓦蒂尼貝里斯 教廷特使等十個接見行程 總統賴清德上任首日 接見國際友人 行程滿檔 接棒蔡英文挑戰真要開始 三水人走了